好 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 高嘉瑜最近黑化了嗎 根據網路溫度計的調查 因為這個關說喬疫苗的 核心婦產科這個案件 以及反對3加11公布記錄 這樣的投票的記錄 高嘉瑜的負面聲量 現在已經創下了高峰 他的臉書也被網友來灌爆了 高嘉瑜過去在民進黨內 一直是一個姑鳥 可是很詭異 他也是藍營最能夠接受的 綠色政治人物之一 我們來看看 你看看 他一直在為自己辯護說 我這輩子沒有機會當孕婦了 還是謝謝你幫孕婦的請命 這是有人留言 可是底下更多人在罵他 因為他自己有發煞重視 他說他從來沒有踏進核心 任何一間診所 如果有立刻持去立委職務 我看朱大就有酸他說 你沒有踏進去核心 跟你有沒有關說核心這件事 是兩碼子式 因為高嘉瑜長得可愛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為他 過去的一些小錯 輕輕放過 包括3加11 大家記得嗎 那時候民進黨的 國民黨提案說 要公佈3加11的紀錄 開會的紀錄 高嘉瑜他也按下了反對票 所以大家都說你是假魚嗎 你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這個很民主 或者是很站在民眾這一邊 可是怎麼會 怎麼會按下這個反對票呢 好我們來看看過去 其實他在民進黨內也有很多 跟同黨同志的恩怨情仇 包括2015年他闖中集會 說主席主席 你不要有密約 你不是說要提名我嗎 怎麼可以跟這個 親民黨有密約 這是不OK的 2018年 當這個民進黨提名了 台北市長候選人 姚文志的選情之夜那一朝 每當姚文志提到什麼 高嘉瑜就翻一個白眼 姚文志罵一下柯P 他就蹲下去 姚文志說了一個什麼 柯P的政策不OK 高嘉瑜的臉部非常有戲 高嘉瑜這麼衝 他的言行 我們來回顧一下 好 你看看最後那一幕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2019年那個時候 賴清德要挑戰蔡英文總統 他要爭取黨內出現 你可以看到那個時候的高嘉瑜 真的是捨命裴君子 跟著賴清德在台北市掃街 最後掃到了凱達葛蘭大道 到這裡我印象超深刻 高嘉瑜的公主頭 招牌公主頭 都被淋成了很奇怪的頭 全部都貼在臉上 全身都濕了 所以他的選擇 以及他跟柯文哲 眉來眼去的政治曖昧 在黨內一直被很多人不認同 很多人甚至公開嗆高嘉瑜說 你乾脆去加入民眾黨好了 其實民進黨內部本來就很多人 對高嘉瑜不滿 因為第一個高嘉瑜很會搶戲 第二個高嘉瑜就是上書大人 然後那個上書大人 他不單純是看民進黨黨藝 他比較會看一般的風向 往哪邊走 他就貼在風向那個地方 當然這一次 所以你說他投機 對 我覺得他很投機 他一直都很投機 但政治人物投機很正常 有什麼不對 其實哪一個政治人物不投機 我覺得大部分政治人物 都很投機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會看到高嘉瑜忽來忽去 可是他一直跟阿伯 就是跟柯文哲的關係是非常好 大家都知道他非常親柯文哲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會覺得這一次 他因為柯文哲出了這麼大一件事情 對他的形象聲量 當然會有負面的影響 可是現在民進黨內部 有一些人要去動他 我相信一定會有人想要這樣做 可是第一個民進黨 恐怕他們就整體的考量來看的話 第一個你在港湖地區 假設你真的把高嘉瑜幹掉 請問一下你們有誰能夠頂上來 然後打贏國民黨 或是其他政黨的人 我覺得第一個非常困難 第二個我覺得高嘉瑜其實 他該閃的時候還是會閃 你看最近上個禮拜五 不是民進黨連續擋了國民黨 跟再來黨的八個提案 對 其實不只據說當天 擋了二十七個提案 高嘉瑜全部都遵循黨一頭頭 所以你說他滿乖的 對 你說他真的完全不聽民進黨的話 他也是看情況 什麼樣的情況對他最有利 他就選這一邊 萊豬他也投了 對 萊豬他也投了 所以我覺得 高嘉瑜是一個超級變色龍 你要把他弄死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高嘉瑜是個超級變色龍 我們來看一個比較久以前的事情 阿扁 其實過去他大學剛畢業 就展露頭角了 他對政治也有很多的企圖心 他是投在阿扁的麾下嗎 我記得是這樣子 如果我大概講錯 我還可以糾正我 羅文家 對 他在羅文家 然後羅文家 算是阿扁的子弟兵 台大幫的 可是發生一件事情 在2007年 高嘉瑜想要爭取黨內的立委提名 那個時候他才二十幾歲 非常有企圖心 他直接衝去總統付照 阿扁 就說你不是說要提名我 阿扁就說 你先從市議員開始做起 據說那個時候 阿扁是用個比較輕鬆的態度 面對他 還翹起了二郎腿 後來高嘉瑜事後還轉述我 說你看 當年他翹著二郎腿接見我 並且勉勵我 我鳴記在心 感覺又到達一耙了 所以其實他也是滿敢的 高嘉瑜 韋漢不忍評論 沒有 我這個有點變 是社己新聞 你知道嗎 因為高嘉瑜跟我 有一起主持節目 他是我的partner 我跟他很熟 高嘉瑜是我的好朋友 但我就是論事 當評論員的身分 我要跟大家講 剛剛賓哥講的我都同意 但幾點我做一點深入的補充 你看到剛剛在講阿扁這一段 那就是在之前 他要在選立委的時候 那時候還很早 他大學畢還沒有很久的時候 他曾經一度要被提名 後來直接換掉了 那是民進黨要推騎兵 他本來已經都公車上的廣告 遊錫坤的時候 對 那個都已經把他的公車廣告 都弄出來 都把他拉掉 有點像是美女刺客那種感覺 然後2016年剛剛講的 跑去民進黨中常會 直接要去嗆蔡總統有沒有 有 那也是五年前的事情 我今天跳痛講兩件事 第一個 國民黨的議員 就像以前我採訪 我從第一天開始當國民黨的 跑台北市議會的記者到現在 另一個納姐都當議員 當了三十年了 他還是議員最後就沒有選了 他不會進到立法院 民進黨像王世堅 像徐國勇 像高嘉瑜 咻的一下 議員就跑去立法院了 他們的那個竄生的速度很快 用自己的方法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講到陳水扁 陳水扁以前有所謂的 阿扁的武功心法 三步驟 第一個叫衝突 衝去 嗆好不穿 嗆誰給誰翻桌 然後之後就要妥協 我進五步 打立場巴掌 要退回兩步 可是實際上我看了一下 我實質進了兩到三步 他現在的做法也就是這樣 他很快的時間竄上來 這次的事情 對高嘉瑜來講 其實我覺得 他跟柯文哲兩個人 都是土膩 就是都是多事之下 不是水膩 是土膩 我看唐祈陽老師 之前講說不是水膩 是土膩 就是更嚴重了 這件事情一定會傷到 高嘉瑜的形象 就是說這是官說 可是這件事情 除了傷到他之外 我同意賓哥講的 未必會傷到他在下一次 立法委員的選情 跟他地方影響力 因為我們一般人覺得 這個事情真不可取 可是有被他幫忙 或是選民服務到的 譬如說這些孕婦 這些產婦的先生 跟他們家人會覺得說 不是自己去打 他就拜託我們這個 因為他不是只有 打醫護人員跟護理師 他是會講說 我們媳婦在你做過來 那個孤兒來 把媽媽撒來撒去 那個阿姨 親戚阿姨 他如果沒打我也煩惱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可能比較能理解這些事情 可是因為這是我們台灣 現在目前疫苗的數量太少 所以才需要透過這樣的方式 那這確實也是造成很多人覺得 剝奪感 不公平 你是大立委 所以你就可以讓這個診所去打 那問題是這個診所 他在他的選區 那對他來講的話 就像剛剛賓哥說的 如果在立法院投票的時候 他都沒有跑票 那除了這個事情 有人預除之而後怪 那你除了以後換誰上來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件事情正反面 我都跟大家講 因為我覺得怎麼說 不過不能因為說 我跟高嘉瑜的私交 我就說這事情是很對的 就像我講柯文哲也一樣 柯文哲在這次的北農事件 他絕對是有錯的 雖然他可能裡面還包含很多民進黨 故意在這時候放大去攻打 台北市政府的缺失 可是身為台北市的市長 你在北農的部分是總經理制 這一點我們很清楚 吳英寧韓國瑜的故事 都告訴我們了 但是當他已經不是說 我們北農去買賣這些蔬果 或者要不要發年終獎金的 那一些內部事務 而是防疫的時候 你就應該介入了 這時候責中就要進來 這就是高嘉瑜跟柯文哲 最近所會被爭議的這些點 我覺得對的跟不對的 都應該公開跟大家講清楚 有人說這是高嘉瑜 跟阿北演的一場戲 他們兩個已經講好了 各自衝聲量 可是這個聲量 看起來高嘉瑜這一波聲量 是黑的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是Quickseq的排名 最近台北市立法委員的 這一週的負面聲量 這兩站比 高嘉瑜衝到最高 百分之五三點三 第二名 林昌佐已經被大家 罵成這樣了 必須講 因為他有特別講到說 萬華是破口 他並沒有積極幫萬華的居民 來爭取應該有的 所謂的這個 虧底 或者是這個聲譽 林昌佐他的負面聲量 只有百分之二十九點九 高嘉瑜衝得比他更高 再接下來費洪泰 費洪泰可能就是講這個 一個罵陳時鐘 所以他的聲量 有一點負面 吳斯堯喝日本啤酒 當我們的國人同胞死這麼多 他還在開派對 在喝酒 另外賴斯堡林奕華 蔣萬安何志偉 所以看起來高嘉瑜真的是 這一波聲量超級高的 可是是黑化的高 其實你光看這個 即使是第三名的費洪泰 才五點七 那表示什麼你知道 一般人對立委的什麼態度 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太關心的 然後林昌佐你不要看他負面 因為聲量百分之二十幾 下一次搞不好他還是要上 為什麼 因為當地他的競爭者不多 再來高嘉瑜 我說真的 大家真的不要為他擔心 高嘉瑜一直都是在 這些政治人物裡頭聲量算 前面十幾二十名的 他一直都排在前列 因為第一個他很善於造勢 第二我剛剛講 他是上述大人 他很機靈 他很會看風向 很會製造話題 這是他很厲害的地方 至於很多人說 那這一波負面聲量會把它壓垮 我告訴你根本不會 為什麼理由很簡單 你是全國性的大家說 你關輸我幹嘛 可是對在地人來講 他是幫我關輸 這個差距很大 你不要看核心 喬喬也是有三分之一的 孕婦都在那邊生產 所以對這些孕婦來講 高嘉瑜一直在幫我們講話 所以反而很多人 搞不好因為這樣支持他 那更重要的就是 其實台灣向來是 只看你私底下丟好不好 你在整個社會的生命 是不是富人沒有人在乎 我就講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陳明文 陳明文到年三百萬人 例子哪有多大 而且還在選前 大家都認為他完蛋了 死定一定選不上對不對 倒催人家遺憾當選 也是都沒有 就是這樣子 所以高嘉瑜也是一樣 我覺得民進黨如果真的敢把 港湖胖虎拿掉 那我就佩服他 我看看民進黨下次推誰出來選 所以其實如果說民進黨 真的把港湖胖虎拿下來 國民黨應該是滿開心的 他們終於可以推出 他們自己的人 不管是李彥秀或是其他人 因為他們就是遇到高嘉瑜 所以我們的內湖跟這個南港 他們拿不下來 其實這一區過去是很藍的 這一區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高嘉瑜 高嘉瑜跟阿伯的關係 真的是非常好 我們來看一下過去他們兩個 麻吉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有一支小短片 我真的很感謝柯市長對我 就是一直都非常的就是支持 跟肯定跟理解 那有這麼這麼關心我 其實他跟柯文哲的這個在 尤其是在議會質詢 我記得我們有這個帶子 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2018年他質詢柯文哲 真的是我覺得 在我看來 我覺得那根本就是打情罵俏 非常誇張 所以其實怎麼講 我覺得因為柯文哲市長 他確實是 你怎麼講 你今天來這邊 打電話給衛生局的立法委員 就是高嘉瑜 他不可能說我不知道 我可以插播一下嗎 你剛剛看他那個帶子 他有逼柯文哲說 你到底你要支持誰 然後柯文哲不是一直笑嗎 他說你再不講你就死定了 一般人 女生對男生 或者是說其實 高嘉瑜應該是比較晚輩 柯文哲是長輩 應該有一點這樣的年齡差距 一個是市長 一個是市議員 會這樣講嗎 你不講你就死定了 我跟你講 這比較像是對男朋友 這就是高嘉瑜的優勢 因為女孩子 不管你年紀多大的男生 如果女孩子跟你在那邊 用撒嬌的方式 在那邊跟你這樣 呆呆的這樣弄 大部分的男生都沒責 你居然本來想生氣 你也生氣不起來 這是他最厲害的地方 是 來 補充一下 韋翰 所以其實他們是水方魚 就是蚵方魚 漁方蚵的那個狀態 過去是這樣 所以這次才會被放大解讀 就是怎麼 我有看到有一個正式漫畫 我不知道是誰畫的 對不起 我不記得那個畫家的名字 他就是高嘉瑜 跟柯文哲兩個人 這樣子搭著肩膀 看起來好像是在看戲 還是什麼 是一對就是好朋友這樣 但其實後面都是 跟對方背後插刀 兩把刀子 各插在這裡的背後 這次柯文哲 講出了高嘉瑜之後 火燒到高嘉瑜 高嘉瑜也弄過來說 明明跟我說 你不要講我的名字了 但問題是兩個土匿的人 他們現在負面聲量上來 可是各自我覺得 都還是事後是會過關的 我比較在乎的是說 在公共政策上面 他們該負責的 該做的東西 這部分我比較關切 不過對這次人物來說 沒有永遠的朋友 可能只有永遠的利益 我們休息一下